目前国共两党正在冲进 锦罗利物商谈 将建立一个独立 自由和平的新中国 你是不是潜入我的房间 拿走一份图纸 那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得到 就这个东西对共产党很重要 我们好不容易敢做了日本鬼子 内战一旦办法 就会成为战争罪犯历史的罪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有人在利用她调查婚犯 秦宇接近她是有目的的 你说秦宇 我也是特务啊 她一直在利用你你知道吗 你只不过是她手上一颗妻子 你下一个要干掉的人到底是谁 今天我要杀了 上头有命 你不能直接来找我 哥 我要被你帮助 走 你是特务吗 你别开门啊 你 吴大哥怎么是你啊 哥 你吓死我了 哥 你不是去南京了吗 刚回来 是别看看你 胡大哥 胡大哥 你妹妹都快被你下出心脏病来了 下次你回来的时候 你记得要先自报家门 然后再敲门 知道吗 我这个妹妹啊 人越大胆越小 对了 你来看看 这人是谁啊 胡大哥做生意的 他怎么会认识呢 这照片哪儿来的 白灵拍的 吴伯涵 吴伯涵处心积虑接近白灵 让欧阳小枫意识到 自己已经成为了中统特务的调查对象 这个偷袭者到底是谁 会不会又是吴伯涵精心设计的一场戏呢 如果是 目的何在 白灵 这个欧阳小枫 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哥 就别问了 没事 胡大哥又不是外人 两年前 我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谁想到就在婚礼的前一天 现在我这个梦想啊 终于要实现了 你们不会是要 对了 我跟欧阳小枫要抛下你去度蜜月了 喂 你要我结婚了 你们竟然要结婚了 好欧阳 这么大的事你居然敢瞒着我 别当我是你的人嘛 不要 好 生气了 好了 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女人 不过 勇宜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小枫固 寥寥亦可抛 你 我要走了 你别闹我好痒了我怕了 真是 我真的要走了别闹 求求你白小姐 你怎么了 快起来呀 有这么话站起来说 是啊 你有什么委屈尽管说出来 让咱白大记者给你写篇报道朱霄去 保证解决问题 别哭了 说话呀 求求你成全我和欧阳小枫吧 我爱她 如果没有她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够活下去 喂 你到底是谁啊 我 我和欧阳小枫已经认识很久了 现在换了她的孩子 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拯救我们吧 求求你啊 没想到两年以后 她突然已接受大元的身份 出现在元城 两年前她是干什么的 工程师 这就奇怪了 她的过去并没有什么呀 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知道呢 这还不简单呀 她怕卧处的过去被别人知道 影响成文发财呗 这种势力小人 我看没那么简单 她和白玲的过去对她的仕途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她说官场险恶 把我卷进斗争里面 无端地受牵连 不过那个混蛋这点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白玲的工作特殊 如果被她对手给利用 专门刊登一些对她不利的新闻 那就惨了 欧阳晓峰她对手指的是吴伯寒吗 虽然不能确定吴伯寒就是她的对手 至少可以算她对手的同伙 说不定这个暗杀她的人 就是吴伯寒指使的 哥 你认识的人多 能不能帮帮查查 那个开枪的人到底是谁啊 那好 我尽力吧 我看欧阳晓峰和吴伯寒都不简单 最近圆城不太平 你们要多加小心 我先走了啊 哥 又要去哪儿啊 我约了一个朋友谈生意 过两天就要回南京了 你刚回来就要走 那你不回家了 最近有点忙 替我向爸妈问好 走了 怎么是他妈妈 好 市长 来了 咖啡都给你泡好了 看看 做得好 很激情 市长 我那是真请演讲啊 九一八对每一个国人来说 都是烙在心口上的一个痛 行行行啊 那说正事儿 欧阳晓峰和白林的关系查出来没有 白林好像不大愿意说起过去 如果你要追问 强行追问 会引起欢迎 现在这事儿已经迫在眉睫了 你知道吗 现在两党谈判非常艰难 共党提出要承认所有解放区 和一切收服区的民选政府 但是我党 对于承认这个解放区 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共党很聪明啊 居然玩起了封建割据 委员长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最为激烈的争论 解放区同军队的问题 一直都没有解决 一度陷于焦灼状态 不过 如果你能找到丢失的锦盒和图纸 这可能会对 谈判上增加一点筹码 欧文晓峰底细 差不多有个眉目了 他两年前曾经是那个 英鹤联合造船厂的一个工程师 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放弃了元城 到了重庆 然后既然介绍进了政府部门工作 后来加入了什么三清团 进入了中央干校学习 深得这个蒋大公子的器重和偏爱 所以短短两年晋升了少校 然后就成了元城 接收大员 那胡寥寥和白玲呢 他们两个很简单辈子 都是毕业于那个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然后毕业完了以后 都进了民生报 然后这个白玲呢 就是民生报的手机记者 胡寥寥呢 主要负责复刊工作 白玲是南京人 胡寥寥就是元城本地 我知道你喜欢白玲 但你要记住 爱情在左 利益在右 爱情和我们党国的利益 是一定要分开的 白玲是你手上的筹码 所以你要利用它 在欧阳晓风身上 找到突破口 这个人我非常厌守 可就想不起来 在哪儿见过他 会不会是中统或者军统的人 如果是军统或者是中统的 那他们袭击欧阳晓风的目的 就是什么呢 在没有拿到部署图之前 中统和军统的人 应该不会置欧阳晓风于死地 一则 其身份特殊 二则 目前他是唯一可能知晓锦和下落的人 但袭击他的不是特务 又会是什么人 我想起来了 他应该是我们自己人 什么 咱们的人 对 当年我在八路军115师 六八六团的时候 他也刚好在六八六团 义父 不会搞错吧 不会 我对他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当年在陆防突围战的时候 六八六团队团 主要是掩护机关跟部队分路突围 那一仗 把它非常惨烈 伤往惨重啊 那天晚上 他哭了 我还听到残谋长 把他给训了一顿 那后来呢 后来他去哪儿了 陆防突围战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还以为他已经牺牲了 没想到 在原城他出现了 可是 既然他在原城 为什么没跟咱们联系呢 我想 他应该是单线行动吧 如果是这样 欧阳小枫很有可能是老蒋的密派特使 接受大员只是他的对外身份 义父 你马上跟上面联系 尽快找到这个人 阻止他的行动 欧阳小枫 对我们很重要 他暂时还不能死 好 队长 我觉得 只凭这一点 似乎还不能给欧阳小枫定心 不如我去试探他一下 看见通缉令了吗 看见了 难得欧阳小枫还真是个特务啊 不然为什么共产党都要杀他 两年前的他可不是这样的人 那个时候 他思想进步 甚至还有个要投奔延安的念头 你说的 三分情七分骗 天会黑人会变 要我说呀 那个混蛋彻头彻尾就是个大骗子 臭特务 你别再替他辩解了 你别再想他了 还是忘掉吧 两年不见 他的变化可真大 你说秦宇 会不会也是特务呀 我越想越害怕 不管他是不是特务 你都必须要像翻书一样 把他翻过去知道吗 他不适合你 你 在这样不可靠的世界里 要想抓住点可靠的东西 只能靠自己 好了 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赶快出去吧 一会儿那主编老吴婆进来 又好发疯骂人了 去吧 忘了告诉你了 刚才在大门口碰见吴博涵了 你真的不吃吗 我吃过了 你吃吧 你跟那个欧阳晓峰 你能不能不提他呀 行行行不提不提 我只是好奇 你们认识多久了 两年前 那那会儿你们俩是 是恋人 而且到了谈慌论嫁的地步 那后来怎么分了呢 虽然亲眼看见 欧阳晓峰被共产党人追杀 可白凌始终不愿相信 曾经打算投奔延安的她 会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 她决定暂时向吴博涵隐瞒 欧阳晓峰的过去 性格不合 所以就分开了 是 一个思想激进的记者 怎么跟一特务合得来呢 他真的是特务 你是记者你可以查一下 我怎么查 多跟他接近吧 我想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人 无为人知的另一面 但是千万不要被他迷惑 有事先跟我商量 我怎么闻到一股山西特产的味道呢 看见通缉令 欧阳晓峰立刻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遭到袭击 他认为这又是吴博涵设计的一场戏 而这场戏的观众仍然是白领 他必须戳穿吴博涵的把戏 如果你是透明的话 你不想让你再线 就是我 就是我 是不是 没有 我可以 我可以 来 干嘛 出去 怎么了 出去听见没有 你的眼里充满恐惧 这不像是你的个性 我再跟你说别你给我出去 不然我就喊人了 张大女的眼睛开门 在你眼里不哭 你出不出去 来人哪 你干嘛你放手 来人 白莉 放开我 白莉 放 我不会伤害你 我不会 你害怕没样子让我心疼 知道吗 你心里一定在想 我是个商人不找你的特务 是吗 你心里一定在想 如果现在爱过商人 吴波涵来救你 就好了 你心里一定在想 为什么你心里想什么 我都知道 是吗 那是因为我知道 吴波涵九月十八号的演讲师在作戏 我先是被人袭击 后来袭击我的人被当成共产党员通缉 这都是吴波涵处心机率在设计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利用你来对付我 他在演戏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不是在演戏 你怎么不说话 你怎么不说话 我沉默并不代表无话可说 我只是希望你睁开你的眼睛 用你的心去看 看看到底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谎言就像是一个气球 越吹越大 越吹越漂亮 但是只要一碰到真理 就不攻自破 你说吴博涵在陷害你 你有证据吗 现在没有 不过啊 冯玉露出尾巴的绝对不是狐狸 那是大尾巴狼狼 不过总有一天才会原形毕露 好 我等你拿出有力的证据 谢谢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你为什么要隐瞒咱们两人的共产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你了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你了 就因为你曾经有过投奔延安的念头 你怕影响你今天的仕途是没有 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你真好 这两年 你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以后我再回答你 不过我保证 绝对不会让你等太久 有件事 你一定要记得 我依然是爱你 就算 等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 我最后一眼 慢慢地登上 你一样 你一样 你不要再带我 你再让我 那天 你再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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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怎么了 没事吧 是你 要不我带你到医院去看看 不用了 脚扭了一下 你能送我回歌舞厅吗 来 慢点 慢点 你就妈上摇去 你可以让我试试 conventions 好了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不行我陪你到医院去看看 真的不用了 已经好多了 谢谢你送我回来 别这么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要不这样吧 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你放心我会负责到底的 谢谢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慢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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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好啊 赵副市长 咱们台比交易 什么交易啊 帮我找到 袭击我的那个凶手 对了 给你个放线 不妨从郭寒身上找线索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可以帮你登上市长的帮忙 赵副市长 赵副市长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这袁城市长可是个肥鹊 究竟花落谁家 那就看你跟秦市长 两人交的答卷 谁让重庆方面更完颜 那欧阳大元有何高见了 不熟徒 你知道不熟徒的事吗 我不光知道不熟徒的事 是 不熟徒 我还知道这份图就是你登上市长保护的秘密的记忆 那也就是说 你能找到部署图 不过赵副市长愿意跟我合作 我想你能找到这个部署图 俄阳大元不妨说来听听 我要杀了杜玉德的那把匕首 可是那把匕首据说在军统那里 谁不知道军统镇长汪昌林 是你赵副市长的任地 大元果然快言快言 古老害羽 都可恶 乌阳小枫可靠吗 是否可靠暂且不说 吴博涵动了他的女人 还派人袭击他 他哪能不怒呢 我都没能找到这把匕首的主人 他欧阳晓风有这能耐 即使找不到匕首的主人 咱们也不吃亏啊 你就不怕他拿到部署图 去重庆邀功请赏 诺大一个军统战 一个人都看不住 我一定要找到匕首替我哥报仇 想报仇就必须听我的 你说吧 只要能替我哥报仇 我什么都听你的 那天夜里 跟你哥交易的到底是什么 共党的人 你认识吗 我哥一直跟他们单线联系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但怎么样才能跟他们接上头 不知道 不用找共党 这事不是他们干的 这么肯定 为什么 抗战的时候 我替共党送过情报 所以同他们的人有过接触 他们绝对不会使用这一种 卑鄙的方法 而且 用匕首杀人 也不可能是共党的手法 那你见过这种匕首吗 见过 满大街都有 所有的人都能买到 这不像是有身份的人做的 江湖中各大门牌 使用的武器都是特制的 绝对不会用这样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个凶手 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故意用我一把不起眼的匕首 相信才发出高手的手法 你哥他是一刀毙命 身上没有第二个伤口 所以生命这个凶手 绝对不是普通人 当然 人笨也就算了 如果后面加个蛋就真的是完了 其实这个凶手表面上看起来狡猾 实际上是个蠢蛋 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 你对武器制造的流程了不了解 不过你看 你仔细看看这把匕首的文明 其实这把匕首是纯手工房房 在园城 这种铁匠铺子并不多 建议你可以从这里入手 那找到铁匠后呢 马上通知我 请不要冒然行 好 等我消息 最近 市长那边 有没有给你交代什么任务 没有 我进中总站是您举荐的 我想 市长应该知道 我是您身边的人 所以 要你帮我办件事 记得 要严格保密 你 是 够车吗 刮伞 刮伞 刮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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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呀 我这两天不是在忙吗 正打算抽空去看你 怎么样 杜林肖没找你麻烦吗 他哥哥出事以后 他整个人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还把我赶出了轻包 我简直都要怕死了 你说万一我要被特务暗杀了怎么办呀 放心吧 你现在已经不是那些特务监视的对象了 汪洋大哥 我们走吧 走 有件事 别谅记得 我验谁 来 李 我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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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验我验我验我验人 汪洋大哥 你验你 你验我验我验我验你 frankly 你验我验你 你们不行啊 我验你 道歉不損ends就行了 这种体育刀我验报告了 现在也日本 Left 然是家上所有的 Kyiv 你孙这捐线复 堂堂地接收大远 有钱有权有势 身边美女如云 左右怒抱 很符合你的身份 哦 对了 你这次风光的归来 我还没有恭喜你呢 一起喝杯酒吧 就让我为你庆贺一下 来啊 第一杯 我祝你 观月亨通 第二杯 我要祝你 艳齐高枝 第三杯 我祝你幸福 别喝了 副市长 事情要眉目了 说 吴伯涵最近行动诡秘 常去名声街八号 我想 那个袭击欧阳晓峰的人 很可能就藏在那里 抓人 是 黄奥车 快快快 别想到前面那车 好的 controller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不是去火车站吗 怎么行车领 现在哪能去火车站 到处都要往小峰连接 我告诉你啊 这儿有条小路 走过去就跑一下 走过去吧 好 走 一路走好啊 后会有期 停车 停车 妈的 来晚一步 谁啊 是我 小丹 你怎么来了 队长 我试探过欧阳晓峰了 我跟他对了一句暗号 他没接上来 但是他的表现让我意外 什么意思 以往他给人的印象 都是官微十足霸气外露的 可是当我倒在他车前的时候 他却显得很有绅士风度 还把我送回了歌务厅 这 这只能说明 他对女人的免疫力低 也许 他对你产生了好感 那个 刺杀欧阳晓峰的人查出来了吗 查出来了 周大哥说 刺杀欧阳晓峰的人叫黄明 曾经是国民党军第十九陆军的 在民国二十一年五月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当中 被我军俘虏 成为我军一员 后来又在陆防突围战役当中被俘 叛变日军做了汉奸 原来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刺杀欧阳晓峰呢 也许是私人恩怨吧 接受大员和汉奸是死对头吗 有雪狼的消息吗 奇怪 上面也无法跟他取得联系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没事吧 今天那酒啊 挣钱 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 开心就好 还要再喝一瓶 别喝了 别 没了 我在哪里 别 听话 别喝了 别 我要喝 为什么不让我喝 我没喝醉 我能喝了 我没喝醉 再喝一瓶 白琳 听话 别喝了 你 怎么样 没事吧你 对不起 没关系 给你弄糟了 没事的 没事的 拖下来我给你擦擦 拖下来我给你擦擦 没事吧 糟了 这里面也糟了 拖下来我给你洗洗吧 没事 没事 你坐好我自己来 你坐着休息我自己来 对不起啊 没事我自己去 对不起啊 没事我自己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玲 怎么样 我给你倒杯水 来 喝杯水 你的衣服被我给弄脏了 没事的 那我去让你的周大小姐帮你洗一洗吧 就是不知道 周大小姐那双千千玉手 能不能干得了这种 白玲 你听我说 我跟周紫玉真的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是啊 共过一床被子的工作 请你相信 我谁都不相信 走 你给我出去 滚 你给我滚 行行行 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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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休息啊 站好 好 好 我走 走 你还没停 天空有雨 你还没停 谁能说 风平浪静 你的眼睛 充满坚定 它穿过了 黑夜的皮 像火焰般燃烧 洗手 洗手衣 不重要 你能看见我最后的 微笑 让我们再一次 静静的拥抱 静静的拥抱 哪怕窗外 跑火再呼啸 我只要听见 我只要听见 你我最近的心跳 想念不怕地动闪耀 你还没停 天空有雨 天空有雨 谁能说 风平浪静 你的眼睛 充满坚定 它穿过了 黑夜的皮 像火焰般燃烧 洗手衣 不重要 你能看见我最后的 微笑 让我们再一次 静静的拥抱 哪怕窗外 跑火再呼啸 我只要听见 你我最近的心跳 想念不怕地动 闪耀 我只要听见 你我最近的心跳 那是生命真实的依靠 那是生命真实的依靠